我做X座標總是畫TTTT的時候 我這條公式可以用到哪裡 用到一圍織對不對 就長這個樣子 就像這樣子 高溫是另一條公式 高溫就是鋼琴的U去做微溫 那低溫的時候就這邊 所以呢 我的體熱喔 正點比T的2分之3吃吧 那長這樣長什麼樣子 那最高點呢 出現在TTT面的位置 那高溫它還是要去向於什麼 2分之3R對不對 或是2分之3A嘛 對不對 所以T5在這裡 它超過1.5 這個指數到1.92 高這邊它就掉下來 那這個指的就是比的 的式子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OK 好 那它的3呢 3也是這樣給你算 3也是這樣給你算 那同樣的把CV乘上T 對T為分 然後就去做計算 然後我上T給2.8K啦 那當然就是也告訴你 我剛剛你聽的原因的時候 你確實有上T就是0.0 所以我們都去選第三定律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3 帶進去 剛剛U也做計算的話 我的F就得-0.5.2K 這個東西 好 那F給這個東西的話 你可以去算它的壓力 壓力 這個壓力是什麼壓力 這個壓力啊 是我形成這個VEC的時候的壓力 它把東西平均在一起 它會有壓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把F呢 去對T去做微分 那就可以得到它的這個壓力 那這個壓力 然後呢 在這裡頭呢 你看這個沒有V的函數嘛 對不對 那V的函數藏在哪裡 藏在TP裡面 因為TP長這樣子 你不要想說 這個回分沒有V的函數這麼大 就死了 對不對 把TP帶進去 那把東西做微分 就是讓壓力這樣子的樣子 T小一T的時候 T小一T的時候 它就會怎麼樣 有點壓力 那這個壓力 那這個壓力就是形成 BOSE ISLINE CONVENCESSION的壓力 它會鄰居它在這個時候 一定它的利子 OK 好 那當然喔 這個壓力呢 正比溫度 跟你的學習是無關的 那 那 因為呢 我們這個波测的指 呢 今天 我握手 今天回到上面這邊 我們在貼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用的這個公司 跟用的這個公司 它的空間是來自於誰 來自於那些 還沒有進到廣線 對不對 這個是啊 再往上一點 然後再往下一點 然後再往下一點 這先比熱門 我們貢獻出來自於誰 因為 所以它貢獻在這裡 貢獻在這裡 同樣的我們F每1.ps 那些在GroundState 貢獻出這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誰貢獻出壓力 那些不是在GroundState的例子 也就是在E3EState的例子 會貢獻出壓力 對不對 貢獻出壓力 好 所以我們講 這個剛我氣體 在低溫 在波色氣體 在低溫下的時候 它的這個壓力 貢獻主要是來自於誰 來自一些 非GroundState 非GroundState 那 最後我們還是可以證明說 我P雷和分之在 P3B 跟貢獻的氣體是一樣的 好 這樣子的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邊講的都很多視點 那它會對到一些 所謂很全的現象 其實我們等一下要講 等一下要講的東西 那你看到這麼多 然後你現在知道的其實也 我們稍微調整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 今天我有一個特徵溫度 叫TB 會是發生 Post-Insand Contensation VEC的溫度 在這溫度之上 所以我椅子都在激發宰 在這溫度之下 我椅子 會直接進入到 BrownState 而且很快 所以我們 它以多少 2分之3次 那很快的就飄掉到 BrownState 去了 OK 再來呢 當然 我們的鼻熱銅 跟我們的 START 在TP之下 它主要貢獻 都來接這些 還沒有進入 BrownState的利子區 還有包括壓力 有一次 那什麼叫做VEC呢 就是我利子 在動量貢獻的利子區 你說錯的利子 都斷 動量雷零 那可能每個利子 都各式各樣的動量 對不對 但是你進到 VEC的這個現象的時候 如果大家端回 就好像在 假設我們今天 發一個動量的 動量的這個 階級的話 本來大家到處散步 對不對 那當然全部都掉下來了 為什麼要講零句呢 就這個意思 至少我們用這個概念來想 我們之前 不是有 這是你的速度嗎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速度嘛 對不對 我們這次的話 你跟利子正常 應該要講零句嘛 駭氣揚 就從誰一個嘛 對不對 假設你突然到TP的時候呢 突然之間 這是速度嘛 你把它插在M就是動量 你一直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你同樣的性 你不得M不一樣 對不對 突然之間呢 一到TP的時候 瞬間大家就變這樣子 是不是好像 突然 從上面突然 突然掉下來 是不是 如果你把牆 這是一個一個 等級的話 你把這個轉過來 對不對 變成MV 就是N的話 對不對 如果把它轉過來的話 它本來 掛起來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是不是 結果呢 突然瞬間 全部變成這樣子 是不是它 全部都掉下來 這是一種 凝聚的一個現象 就是 最後的叫BEC 就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好 這樣 瞭解嗎 突然是我們掉下來了 突然掉下來了 叫做BEC 好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啦 那後面這邊呢 我有準備一些影片 給你們看 下次好了啦 我大概解釋一下 所以呢 我們要這樣把這個東西呢 拿來用 對不對 在1995年前 而且我們說約職 看起來不太多鄰居 可是大家還是一直在懷疑 這個 伊太太啊 伊太太啊 它其實在一個特徵溫度之下 會表現出 類似前面BEC的行為 但是呢 我們現在講BEC 它 我們是用氣體去推導的啊 對不對 現在的伊太呢 它是議題啊 跟氣體體是不一樣的啊 對不對 可是它展現出一些特別的行為 那這些特別的行為 所以 除了用 它方向BEC 也沒有辦法 一般正常 你能夠理解的物理 去引擎這件事情 所以呢 在這裡呢 我們就特別講 伊太這件事情 好 那這是一個伊太的一個項目 伊太長長的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項目 下面X4標準說溫度 這邊呢 是壓力 待會是多少大氣壓 好 那我們就來看了 那伊太呢 伊太呢 基本上 假設是一個大氣壓 注意哦 這是十個大氣壓 一個大氣壓 只在這邊很小的這一點 我們在4點 在4點2天的時候 異化對不對 所以假設一個大氣壓 4點2在哪裡 大概在這裡 這個 這一條線 這條線 劃過去的話 是一個大氣壓 那 那 假設我今天 增加壓力 我增加壓力的話 我在這個地方呢 有個細心點 3點 3點 在這個點子上 這一區 我也定義的氣體體 氣體 你的這個 氣態 跟點力態 都不太出來 因為壓力很大 它很綿綿的 出不出來 細心點在這裡 5點2K 那我們要討論 這個 你可以看到 今天呢 從這邊這樣下去 假設我 氣壓 趨近於0的時候 我在 這個地方 2.18K的時候 我會發生一件事情 我害 K-S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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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再進行 所以這裡有三價錢 然後呢 假設我們今天 往上走 往上走 在大概30個大氣壓的地方 我有固態氦 我有液態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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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態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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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所以對於氦來說 它要兩個三價錢 一般的物質有一個三價錢 它要兩個三價錢 它要兩個三價錢 那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現象 那正常的情況下 這個 這個QO-4 它不夠OK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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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K的時候呢 接近2K的時候呢 也先特殊變 所以 今天如果溫度沒有到達 Feedle Temperature的時候 我是不能把太陽化的 那假設我們等不去壓縮的時候呢 大概在2.17 其實2.17也不是2.18K 因為這個2.18K是沒有大氣壓 對不對 高一點的話 高一點的話 它在0.17K的時候呢 它會 進到 所謂的這個 在這個 是上 叫Healing 1 在這個下 叫Healing 2 OK 那這兩個Face是什麼呢 然後 正常的海氣 你把它密化之後 就是一太空氣的那種感覺 就是一息而已 是一息而已 那 因為它還 Healing 2呢 Healing 2 Healing 2 是所謂的超流的厲害 它具有超流的性質 超流是它流動的時候呢 不會有任何東西可以擋住它 那你想想看 我先講一下 什麼叫超流 大家想想看 大家有在何邊看過這個水流吧 對不對 那 流體力學裡頭來說 我們 這個 有所謂的Stream Line 知道什麼叫Stream Line 在乎 Burger 在兩款流線 你知道什麼叫Stream Line嗎 你去看合流流動時 今天 像這個合流 我們的流體這樣流過去 它就很平 sechs這樣流 這一個叫流線 對不對 我說這轄子有流線型嘛 這叫流線 流線正常還是很很會相教的 那可是呢 你在流動的時候 不會測到這裡 比如說我做一個大石頭 那我流過去的時候就這樣子走 對不對 流過去的時候就這樣子走 就這樣子走 那還是我一直流現在 對不對 那假設今天G增加流速呢 會發生一個現象 會變成這樣子 在這邊有造圈 所以這常見是看到溪流 水這樣滑啦滑啦這樣流 然後呢在石頭上面就會漩渦有沒有 這樣通了紫水的溫流 他就會變成這樣子 有螺旋狀的東西產生 那這種東西呢 在這個流鐵衣學的時候很常發生 就像飛機 飛機起飛的時候啊 一定要有漸進去 為什麼呢 假設你看那個飛機飛上去啊 飛機以前要飛上去的時候啊 有時候其實 你們去看人家拍照影片 有時候看到 它的熱氣好像這邊會有漩渦有沒有 那就是所謂的這種 preference 那如果下台飛機去飛上去的時候呢 在那邊 你的飛機就後補出為什麼 因為你飛機要飛的話 是靠的是 這個 氣體的浮力 那個 這個 我在飛行的時候 上下汽油壓力沒有浮力 對不對 可是你那邊是個溫流啊 對不對 所以你到底哪邊是壓力大 還是壓力小 有沒有能夠支撐你的身體 就不知道了 所以以前也是空難 就是那個飛機飛 間距太近 前台那邊 剛飛過去 他有時候 溫流成生 你現在還可以忙個飛了 結果他飛到那邊的時候呢 那個空氣 空氣的壓力不對 他就掉下來 就好像撐不住啊 撐不住你就掉下來 所以呢 這是我們一般正常的 沒有問題的行為 正常的沒有問題的行為 好 那 假設今天是超流呢 超流的話 他在寬流的時候 他就流過去了 他就流過去了 好像完全核中沒有這種 主幣一樣 顏色 沿蚵 正常來說不是傳過去 但是固態海的沿蚵也是兩個機會 固態海的轉動的時候啊 他賺沿蚵也傳過他沿蚵 固態海的時候 對那又是第一件事 這個 你不管怎麼流這些東西 他就好像這樣 打不住他 你流都 without her 人生出現 所以 他是完全無足距離的在你 chili 而且他流出給維持住 這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那這種情況就稱之為超流 超流 那你看一下看喔 如果沒有東西可以打得出他 甚至這個易大害我們下次看影片 易大害以後的杯子關他 關不住他會從旁邊流出來 他可能旁邊啊 杯子一杯水擺著嘛 對不對 假設今天不考慮蒸發的話 應該他就要乖乖戴在杯子裡頭嘛 對不對 他不會他會 像螞蟻一樣這樣流出來 沒有東西可以關得出他 我再給你們看影片就知道 就是他有時候那種型的非常像會輸的 那他一定是照他的時候 他還有這種方針裡面 就是自然而為的 噴出啦 對 光照他 光照他最終是夾著啦 不是光照他 當你讓他產生T.0.2 和T.0.2相比的時候 他就會很準的分數 好 那他的這個 有很多很多特殊的現象 看影片再說 所以這個是T.0.2 他會有一種所謂的超流現象 超流現象 那這種超流現象呢 其實就跟超導現象很相 好 我們講什麼東西叫超導啊 就是他這個電子在 這個 或是宅子呢 在今天我們的這個導體中移動的時候 他沒有阻力 那沒有阻力是不是就跟超流 感覺是一樣的啊 對不對 所以人家說超導 他也遇會 也是那個超流的現象 你的宅子 或者是電子 或者是這個 電動 他形成了什麼 形成了 Bosom 那有Bosom 你才能夠發生 Bosom 現在不然長在這一圈嗎 對不對 好 那因為時間不夠 我們這個留到下次再說 那今天他會給你下課